那么第二个小技巧就是要在打球的时候脚下的步法 也就是说我们在每打完一板球了之后 我们要有一个小的还原 那么这个还原大概是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现在比如说自己在打一个拳台不定点 是我自己来想的 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脚下吧 可以了 来大家来看一下 看反手反手反手正手正手正手反手反手正手 那么脚下的步法是什么 是不是要在边移动的时候边转重心引拍 这个在我们打百速的时候同样也是要有的 你不能说忘了 大家不要觉得我打百速的时候 我只要移动到位了 这个手你看我就不需要引拍了 那么大家告诉我一下你的质量从哪里来 是不是哪怕是判断准了 你看你如果再想转这个球你一定会被顶到 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在打球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一二要么是手往前伸 这个可能还好点因为它能够判断 那么判断不清的就基本上是你看打完之后 你看向后一样 所以说呢在反手变正手的这个环节当中啊 我们脚下的步法呢一定是要边打边动 那么其实在边打边动的时候我们就说过 它其实就完全是代替了一个还原 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打完球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由反手转到正手啊 你看 是不是我们就在移动当中还原 同时什么转跨转中心以及引拍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做到了 而不是说我打完了之后你看我的手再还原 我再向右边移动 你看再什么再引拍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时间的差距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说呢在还原的第二个小技巧当中 我们要记住要边动边引拍 那么呢有一个好的还原的练习还原的小技巧 就是大家在打球的时候不动 打完了之后要有一个小的垫步 也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个队员打百速的时候这么快 都是因为脚下呢有一个小的垫步 那么这个小的垫步 大家一定不要理解成为了跳 很多球友会在模仿的时候做成这样 你看 你看这样就成了什么 边打边跳 要么就是可能打完了之后 你看他跳了 然后又引拍 这个呢就是大家对于垫步的一个误区啊 垫步它不是跳 而是要在什么时候 打完了一板之后 你看边垫步边还原 看见了吗 再来一下啊 打完垫步还原 下一个是反手 对不对再打 好 再垫步还原 是不是 再打垫步转体 同时收跨引拍 这个都是在我们垫步的时候 可以进行完成的 那么呢我知道啊 这个东西呢 它这个技术啊 它比较的难练 那么大家呢需要不断的去养成一个习惯 那么在练的时候可以先进行 你看先只练习反手啊 这个是在打百速的时候还原可以帮助大家一个提升的小技巧 你看反手打完 你看稍微的垫步 看见了吗 你看我在垫步的时候 手前臂还原 是不是站稳了 好 再打 好 再垫步还原 再打 垫步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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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进行左右的动 当然了啊 你也可以原地 你看原地有一个小垫步 那么这个力量是从脚的什么地方用力的呢 是大概是前脚掌和脚尖 大概有点是蹭着地面 但是呢 你会发现 是不是有点贴着地面 他不会说我在打的时候 你看 离地面很远啊 就不是跳了 就是一个小的垫步 打完之后 垫步还原 再出手 垫步还原 垫步还原 出手 垫步还原 出手 那么由反手变到正手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来看啊 反手变到正手 应该是 垫步的同时 右腿向右后方 侧步踩住地 还收跨 是不是 以及引拍 那么正手这个就比较难了 大家可以先去练反手 反手的这个节奏找到了之后啊 由反手 一二三 是 你看 一二三 是不是 是不是 全友们 大家来看 一二三 是不是 我垫步同时加 可以加滑步 然后呢 同时是什么 收跨踩中心 引拍 那么大家想想 这个时间 是不是我们都节省下来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打完之后 一个还原的小技巧 就是先记住 由反手变正手 应该是 边移动 边引拍 这个是大家首先要记住的 无论你们现在是练习正手两点啊 也好 还是反手一个 正手一个也好 大家来看 边移动 边引拍 都是现在大家要在还原的时候 记住的第一个步法的小技巧 那么呢 第二个步法的小技巧呢 就是先练习反手 打完之后 一个小的垫步 打完垫步的同时 还原 再出手去打 再垫步还原 看 这是一个垫步 然后呢 加上我们的还原 以及由反手到正手 垫步 滑步 然后收跨引拍啊 这个是关于第二个在还原的小技巧 那么呢 还有一个第三个还原的小技巧呢 是告诉大家 不要反手转正手 或者是正手转反手的时候 不要把手 你看 你打完一把 不要把手轻易的还原到你最开始准备的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误区 因为我现在有时候看很多小朋友 或者是成年人啊 在这个学习乒乓球最最最开始 我们还是要回到最最最开始的这个基本功的技术 你会发现打完是什么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这个问题我们在基础课的时候说过了很多次 你刚开始学这个动作你可以练 但是你到最后 你千万不要再有一 二 三 请把这个三给省略掉 因为这个会成为大家之后 再打左退右弓 你看 一二 你会形成这种三角形 这么去打 它就很容易让你产生一顿一顿的 大家来看 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 你给我打个一啊 你看 你看 是不是 看着别扭吗 大家觉得看着别扭吗 别扭动作也没问题 我觉得 但是我有了一个什么 有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 有了一个 回到最开始 所以说呢 在这个第二个 我们在打百速时候 这个还原的二 第二个第三点的这个小技巧 就是说你打完之后 把手 你看 不要拿回来 而是用身体 看 身体带动的手 你看 如果是 下一板是反手 反手打完是反手 垫步 用身体 直接带动回来 如果反手打完 这个下一板是正手 同样用身体 你看 带动你的手 还原就跟引盘 其实就成了一体了 所以说 大家再来看一下 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动作明显的变快了 以及变顺了 是不是 这是呢 在我们第二点的 有三个小技巧 一个是 关于脚下 反手到正手 如何移动 然后还有一个呢 第二个点呢 就是我们在 左右 转换的过程当中 先练习 反手打完之后 垫一步的同时还原 再把这个垫步 加到我们全台 反手啊 跟我们的正手 相结合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在打球的时候 千万不要 手打完 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啊 而是打完之后 用你的身体的重心 带 直接带动你的手 去进行 下一板的引拍 好不好 全友们 我在第二点还原 跟大家说明白了吗 垫步就是小碎步 飞飞 飞飞球 垫步不是小碎步 大家来看 小碎步是什么 你看 我有一个很好的比方啊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垫步 我个人感觉是跟小碎步有区别的 小碎步是你看 我打完到正手 你看 我可以有二三四次的调整 但是垫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衔接我们上一板跟下一板的一个还原 这个我说的能明白吗 嗯 这样我说能明白 大家来看 我从反手到正 我从 我打反手啊 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比方 我打反手 大家会发现 我打完 我动了一步 是不是 看 大家来看 这个 我称它为垫步 好不好 这个我称它为垫步 小碎步是什么 怎么样 这个形容贴切吗 嗯 我认为垫步是可以帮助我们上一板跟下一板的一个打完球同时能够带动我们的手还原 但是小碎步呢是打一板球中间进行多次调整的步法 我称它为小碎步 球友问的非常的好啊 飞飞球问的特别的好 对 就是球友们很多现在呃这个我们在打球的时候球友们总觉得哎垫步是不是跟小碎步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会很很很多吗 跟大家说你看是不是垫步上步你看打完球你看我脚下的步法我打一个球我可能有时候需要两三个步法去对球有个调整 所以说大家呢可能就会有点疑哎到底这个球是用什么步法是不是其实步法真的不多在乒乓球当中 无论是左右也好还是前后也好其实我们在讲步法的时候 嗯我怎么垫的来个慢动作上很多球呢一直都在听啊 因为真的很多涉及到我们之前讲过的是不是很多单项技术当中我们去不断不断进行重复 好这个垫步和小碎步啊我看一下球友们啊 对基本上都能够理解是不是这么一说的话你的垫步跟小碎步你就可以区分了垫步用在哪里 你看打完球上下板的衔接 比如说大家来看一下我现在正在打一个削球 你看我这板球拉完了之后我需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垫步才能上去搓 是不是上下板的衔接 那么如果说我这个球拉完了之后你看我先有一个垫步我还原了 你看这个球拉完之后我先有个垫步你看带动着我的手还原了 那么我突然发现这个球突然擦网了或者是说呢我没有到位置 我需要什么我不可能说我需要这么大的步法 那一定就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 我一定是需要你看小碎步 你看是不是我突然发现我这个球对方擦网了或者怎么样我需要什么 你看小碎步去上脚再去动 这个呢就是大家呢需要去练习的在练习当中一定要去想啊 这是我们在第二节讲过的一个关于还原 那么呢